张兰的这个就是望角飞他妈呀 张兰的这个前的这个团队的人呢 说要劳动仲裁 那就是到这个劳动保障部门去告他们的意思 我们现在呢招一些就是有学历的高学历的啊 这样的因为这是毕竟是互联网时代嘛 心态也特别重要啊 我原来呢总是想带一些所谓的小野孩吧 但是还是不行啊 他确实他的心态会随着这个这个企业的这个发展而膨胀 就是说呢不管你法务多么健全 你的人力资源多么健全 你制度多么健全 但是如果有一块肉呢就会坏了一锅汤是吧 明显的这个大脑想问题有点问题 也就是这个 就是学历高是好欺负啊 还是学历高代表着人善良啊 他什么都代表不了嘛 你该如何还就是如何嘛 那学历高你就给人待遇好 你用的小野孩就是想摘便宜 给人待遇低呗 我特别讨厌像这个什么向泰啊 什么张蓝啊 他都一个类型的人 还有那个叫什么格力的那个老总 也不叫什么玩呢 全是一个味儿 一大谷 一大谷 两个人 一大柷 一大谷 一大膈